随风奔跑 只有是床下 追出泪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 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想着翻译的暗号 在将暴明媚的沉淀 都在这城市的人群中 我今年37了 还是两三五岁的 两个不是小时候四岁左右 不小心碰触到花家店了 双手就被烧坏了 被截至了 以前是摆单的 卖剪纸 创花之类的 自己就只要剪的那些东西 见到很多街头艺人弹吉他唱歌 自己很喜欢 很帅 很酷 我就想去学他 那时候三十岁 早那一清晨 基本上都说不行 教不了 自己那时候也没放弃 去网络抓到一个老外 就叫弹吉他 我在广州认识一个会弹吉他 也弹得挺好的 他就能看着我人家去怎么玩 怎么去做到 然后他就教我 因为我脚丫子 他力度也控制不好 经常让我弹断 他开始放弃了 自己没事就看死哪外的视频 他自己看书 就慢慢就这样做到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种 双子爷子想 可以鼓励一下 更多的喜欢吉他喜欢音乐的人 不要轻易放弃嘛 音乐也是给我自身带了很多的快乐 认识了很多 我也是希望喜欢吉他喜欢音乐的 如果你喜欢坚持一下 肯定会有收获 我们下期见 对方说的 因为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